好的 感谢天师的 感谢赐尊师母大德 感谢灵影忠心 尼老典师 各位典师的慈悲成就 《论语庸野篇》的第六 第六 我们今天 一季把这一篇上完 我们上一次来到的是 第24章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经文 子曰其一变自以辱 辱一变自以道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孔子讲齐国的一个制度文化 齐国跟辱国各有淹源 一个是江子崖的江太公的后代 所封的江太公封的国就是齐国 那周公封的国是辱国 因为以前武王华咒之后建立了周朝 踩行的叫做分封制度 分封制度 他的作法就是说我把这个地方 也一个地方可能很大 像齐国就很大 齐国比辱国还大 那就整个封给江太公 江太公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这个地方的好像 像这个地方的国王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在 这个治理的一个地方 那辱国是周公之后 所以林宝齐辱林三帝 讲的就是中国的齐国跟辱国 春秋时期这两个地方的文化 那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很重要的文化来源 就是道的文化来源 大概都是从这两个地方来的 所以齐国的制度经过改革 就能够达到辱国的水准 叫做变 这个变就是改变 改变就是改革 改革 那制度经过改革 文化是比较深 它需要有比较长久的时间 慢慢形成 那制度如果变了 慢慢文化才会受到影响 语言文化那个就比较深沉 那制度会先 制度要改变比较快 所以制度经过改革 就能够来到辱国的水准 所以其一变至于 辱一变至于道 那辱国的制度经过改革 就可以走上 这个道就是君子的正道 也是圣人治天下的道 也是天地造化的那个道 我们今天所修到半道的道 其实都同样的 都是在讲这个道 像道家老子说的道可道 非常道的道 孔子五道一贯之的道 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道的 内涵的展现 那特别是在齐国跟辱国 这两个地方 两个国家 春秋时代的国家 所以这边在讲的是一个 我们称为 齐辱文化的一个传承内涵 那因为辱国是 周公之后 所以他保存比较多周代的文化 因为周公自理作业 为周朝奠定八百年的基业 他的这个贡献非常的大 主要是他把圣人的道理 透过一种制度化 但制度化是理跟乐 然后变成一个可以具体可行的一种 治天下的一种制度 文化的一种内涵的 很有文化内涵的一种制度 那这种制度就可以行之久远 周代文化的精神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辱国 这是辱国 那江太公呢 江太公钓鱼里水三十 这大家常听的 那江太公就是帮武王统一天下 所以他呢 就被封到这个齐国这个地方 那齐国靠海 所以后来就发展出 很多道家邪术的文化精神 内涵的东西 那可见 道家跟儒家的渊源 跟齐国跟辱国 这两个文化 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也跟周公 江太公 他们有很大的关系 那江太公这一脉呢 在齐国发展出 道家的文化 那周公呢 这一脉在辱国就发展出 儒家的文化 那如果我们在整个来看 楚国文化是 老庄 这一脉 那莫子是宋 宋国文化 因为宋是阴的后代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当时的齐国那是靠海 在山东 这一代 如果呢 如果就在齐国的旁边 那宋国就是在他的 在过来 那 楚国呢 是在南方 楚国的范围很大 包括靠近南蛮这里 那吴国在这一边 东南沿海 那秦国在西边 晋国在北边 燕国更北 那所以这个是 春秋 春秋时代 寄延前500年左右 整个天下大事 所以就分成 这些国家 还有很多小国 春秋有一百多国了 那这一百多国后来 都被大国慢慢吞并之后 就剩下七国 那是到了战国 战国就剩下七国 七国 那我们讲的这个齐跟乳呢 是华夏文化 尤其道家跟儒家文化 最重要的来源 那跟这两个国家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米六神经》里面也讲说灵宝 其辱零三地 这个山东的纪宁在乳国 这个青州在其国这一代 所以讲到道的文化内涵 就离不开 齐辱这两个很重要的 春秋时代的大国 其实辱国比较小了 齐国比较大 而且辱国常常受齐国欺负 那孔子当时 这个辱国的文化 还尚有可观之处 因为圣人的教化 尤其周公留下来的 大部分是在乳国 那所以孔子说 如果齐国的文化 当作基础 做转变 也可以达到当年周公时代 乳国的文化 因为同样都是道的文化 一个是讲道的体 一个是讲道的用 道家是道的体 乳家是道的用 那体用本来就不分了 所以转变一下就可以 跟辱国的文化相连结 相通 所以再把辱国文化提高一点 就可以恢复中国传统的道的内涵 所以孔子在这一章 主要就是谈 怎么样恢复中国传统 这个道的一个 以道为内涵的一个文化 那这个是 那就要靠习国跟辱国 这两个国家 以这两个国家为基础 来做调整 就是改变了 然后恢复到 当初这个江泰公跟周公 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化内涵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辱国奠定者就是周公 周公一生有很多伟大的事迹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一饭三图谱 一木三卧华 那个李贤下士 还有他忍辱负重 辅佐尘亡 而不愿取代尘亡 然后治理作业 为周朝奠定八百年的基础 这些都是他非常伟大的贡献 也留给后人 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个文化传承的内涵 所以这些事迹都是可以当做后人 笑话的榜样 所以孔子对他非常非常的推崇 不但把他的事迹跟人格作为儒家的典范 所以儒家基本上是在花扬 这一脉尤其到周公所传承下来的圣人的文化 制度 礼乐 这些等等 也把所谓的人政的最高政治理想 当周公当做这个最高的一个政治理想的实现 所以孔子一生非常推崇 周公所留下来的治理作业这些制度 然后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孔子把他发扬得很好 所以儒家实际上是周公做孔子术 这个周公治理作业 到了孔子就是祖术众尼献章文武 这个把他发扬广大 所以孔子老年的时候曾说 我已经衰老了吧 为什么好久都没有梦到周公 后人把这句话拿来形容有人上课打课睡 睡觉就是梦周公 其实这个原本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好的 就是说代表孔子日有所思 日有所梦 他每天都在想着周公 想要去了解周公到底有哪一些很伟大的 这种留下来的包括治理作业 很多典章制度 还有建立的周朝的红魔这等等 他都要去了解 然后想要把它恢复 把它实践 所以他常常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才会这样讲说 最近可能太忙了 或是最近可能太衰老了吧 怎么好久没有梦到周公 那这句话是孔子的感叹 同时也可以看成孔子他的心愿 心愿就是说 他希望去实践周公的理想 可是这个愿 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 我们知道孔子周游列国 几乎各国各国的国君都是尊额不用 所谓的尊额不用就是说 孔子来就给他住五星级的大饭店 然后招待得非常好 但是就是不用他 为什么不用 因为当时春秋后期 各国的国君其实 那个权力 那个威望各方面都下来了 都是士大夫在做主 很多大臣主其事 那国君就算想用孔子 下面的那些大臣 怕孔子会占了他们的位置 都对孔子敬而言之 深怕孔子来抢走他们的 现在既得的这个 所说有的这个位置点 所以孔子要去推展这个圣人的道 走遍了当时各个大国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 真正这个愿意 让孔子来实现他的理想 只是尊额不用 意思是说孔子来了 哇 非常的礼益 给他住最好的地方 非常礼敬他 因为孔子来可以抬高 这个国家的声望 威望 所以这个如果当时呢 孔子本来要在那边 实现他的理想 但是呢 也是没办法 后来周游列国 那每一个国家也都是一样 尊额不用 所以到他年老的时候啊 哎呀 他就感叹了 所以怕孔子没办法 孔子他没办法去实现 周公的理想 所以就用这一句孟周公来形容 那孔子这个愿呢 我们今天白羊旗呢 可以来帮他还愿 因为很多很多的白羊天使 这个大家都是 灵际共同的一个一股能量 一股力量要来实现圣人 也就是孔子这个大宗的理想 然后再来讲一讲齐国 这个齐国啊 奠基者是姜子牙 因为姜子牙后来被封在齐这个地方 那姜子牙是商朝时代的人 他是在商都城东这个地方 姓姜明上 江上至子牙 他的先祖呢 常为虚悦 就是当时也是朝廷为官 然后帮助这个大宇治水有功 所以到了下朝建立之后 就封为李姓姜氏 所以有时候呢 叫做吕 这个 好 所以这个姜子牙 他就是 也算是一个 等于说 在当时来讲 他也是名门的后代 就是这个治理 这个治水有功 帮助这个宇治水有功 但是姜子牙其实跟当时的苗艺 也有一点奄奄的关系 好 那子牙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加到季末眼 你说末末还没办法有机会去发展 那这个 他的 他的 发挥他的才华 跟能力 虽然有惊天伟地之财 排兵布阵之术 但是还没有那个机会 不过 他一直都很沉浅 耐得住了 干守清平而不求是 他不会随便去 为了得一个官 然后悲公悲虚这样子 所以干守清平而不求是 是就是出来当官 这样子 因为当时天下也是 咒王所治理的天下 也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 天下无道 因为咒王 事行强暴残虐人生命 所以他对当时的十几 就非常的感慨 也曾经说 武文君子不处乱世 经商人 商王 杰仁伦 焉可再基于此地 因为咒王 惨无人道 这个对人民 常常残害人民 所以他认为 处在这样的乱世 不应该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西家带建 迁到东海之兵 远远地离开 商朝的国度 调遗为生 那一直到七十岁 都没有机会出来一盏常财了 他的太太马氏 一看这个老公大概没机会了 然后就有一天就说了 就想要离开 要离开这个江子牙 中招求去 那这个子牙就说了 今七十以上 没有 没有 就是说五年八十 未至封侯 他太太呢 想要跟他解别的时候 他就讲 再等等吧 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就可以封侯 那听起来 这好像不大可能 七十岁都没有默默无闻 到八十岁要显达 那怎么可能 但是江子牙就这样讲 他说 等到我八十岁的时候 就可以 未至封侯 且战守 目下之品 你战死 现在这个贫困 只是战死的 战且守 战守 就留下来 富贵之乐 终有在 你再等等吧 马氏 泱泱不乐 不悦 但是还是留下来 有一天江子牙 到海边去 钓鱼 马氏呢 还去送 吃的 给江子牙 那江子牙 迎而受之 恭敬如宾 那江子牙 对他自己的太太 马氏 相敬如宾 恭敬如宾 那子牙呢 钓鱼的时候 坐在食机上 吃饭 因为马氏去送饭 就看他 在钓鱼 然后一边吃饭 那马氏就偷偷地 看他的 篮子里面 钓鱼的篮子里面 既然一条鱼都没有 并无片鱼 就是 连一条鱼 丢到里面 鱼拿起来之后 会有一点鱼鳞留下来 那既然连那个都没有 那可见根本没钓到 这样的意思 那就把他的那个钓杆里面的钓线拉起来一看 既然是垂直的而不勾区 那你直直你怎么钓鱼 要勾起来才有可能钓到鱼 所以太太马氏就很生气就讲了 施不舍而钓不取钓 其鱼从何而得 只将穷困至死 又何望封喉 意思就是说 看你钓鱼的样子就知道 不可能钓得到鱼 我看你这一辈子就穷困到死吧 还想封喉 然后这个子牙就笑说 我的尸不舍耳 钩不取 弯取这样子 不是要钓一鳖 而是要钓王喉 你这个妇人之见不能知道了 我的意思这样子 然后马氏太太就讲了 那你要钓王喉 也应该要把这个 钓钩给他用弯曲吧 哪有直直的那怎么掉呢 江子佳就讲了 我宁可向直中 我们讲了直心 不要弯弯曲曲的 人应该真诚直心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走旁门走道了 那我就是正正当当 叫做直 直中取 那我不会走那些旁门走道 用一些其他不正当的方法 不是君子正道的方法 他不愿意 你暂且回家去吧 再过几年 如果不遇圣王而起富贵 事不立于天地间 你再给我几年吧 如果我不取富 不能够遇到圣王 而起得富贵 那我是不在这个立于天地间 那马是不对而归 他就送饭之后看到江子亚这样子 他实在没有信心 那后来果然这个武王西伯就来访 那西伯下车去观看这个人 然后就叫了一个叫做五级的 先去看 然后看这个人呢 童颜赫华 就是江子亚的 帽尾飞场 就以这个姚山下拜 子亚呢 不太理他 还及时而歌 西风起西白云飞 睡以木熙江烟尾 后来西伯大喜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就是他要找的 他曾经夜梦有飞雄 向他扑过来 一占卜好像有圣人会来辅佐 所以这个果然遇到了圣人 后来把他因倩登车而归 那子亚后来就辅佐 这个文王武王成就霸业 一同天下 那时候他才 那已经到达了82岁 所以我们讲到说 这个江子亚建立了 帮这个文王武王 后来建立了周朝 然后很多典章制度 其实也是跟江子亚有关系 建立下来的 封到齐国 所以齐国这个地方就保留了 一些中国这个传统传承下来的 包括道的文化 那这个道的文化 特别是道家的那一部分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这个第25章 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一个 祭祀用的礼器 这种湖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图像 就类似这样 这个就是湖 这是湖 湖是用来做什么 它是一个酒杯 喝酒用的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那要喝酒 当时呢 这个湖的样子 常常在变 那从这个商朝 一直到西州 到孔子这个时代 湖的样子不断地在变 不断在变 所以叫做湖不湖 那原本有林有角的 也都没有了 代表传统文化一变再变 那这一章跟上一章 也有一点关联 因为上一章是在讲说 齐国一变变成乳 乳国一变变成道 那那个是讲往好的变 那齐国变乳国 乳国变回来原来的圣人的道 当然是往好的 可是这个湖 这种祭祀用的 当时已经是当做礼器 早期是喝酒用的酒杯 那这种东西一变再变 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文化内涵的东西 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变得 好像那个文化根基 已经不在了 甚至衰落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 孔子在感叹文化传承的危机 那文化的传承呢 尤其圣人的文化 像尤顺雨汤文武周公 这个就是用圣人治理天下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 中国特有的圣人的文化内涵 这种文化的传承的危机 就从这个喝酒用的符 样子不断在变 孔子从这个地方就看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承的危机 那文化的传承在变与不变过程中 如何逆久迷新 而不被时代所淘汰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说今天这个道称为古道 就是尤顺雨汤文周公传承下来的 这个道统 这个文化内涵的东西 这个是自古甚甚相传的 那我们是继承这个文化传承的内涵 希望这个文化内涵的东西 不要随着时代变变变 变到最后都不见了原来的内涵 所以要历久迷新 但又要跟着时代 要有所调整 当然是要 如果紧守着传统不变 也有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 就像现在科技高度发展 你看电脑 手机这些 如果我们坚持不用它 我们要守传统的 要用电话 要用什么 像今天这样上课 如果你不透过这种电脑科技 好 你用电话好了 那怎么上 没办法 那就会被时代淘汰 所以有不变的那一种传承的东西 就是文化精神内涵的东西 那有一些要跟着时代来做调整 比如说在用的方面 我们说体是文化内涵 用的方面就好比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很多新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善用它 那个是属于用的部分 那你不能说这些都不用 那你坚持传统的东西来用 比如说你坚持要用电话 你不用现在的网路科技这些东西 那这种就很容易造成到时候被时代所淘汰 不会电脑的人今天在这个时代很容易被淘汰 所以要历久米星的是那个精神文化传承那一部分 但是要跟着时代调整 叫做变的部分就是属于用 用的部分体跟用 用就是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弧 你看它形状 到孔子那个时代就变这样子 很奇怪的 各种形状 那当然 好多好多形状 或许上网去看 太多了 几乎每个都不大一样 那所以你可见它一直在变 所以孔子的隐忧就是说 他感叹圣人文化传承的维系 我们讲的文化传承是什么 就是说 比如说姚顺宇 他文武作公这个道的文化内涵的东西 我们今天在道场就是要去继承 要去传承 这个圣人道的文化 但是时代一直在变 在变与不变的过程中 如何历久米兵 米星不被淘汰 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也是孔子当年就已经有这样的隐忧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26章 26章 26章谈到的是 宅我问孔子 说 人者 虽告之耶 就是有一个 有一位仁德之人 虽告之耶 就是如果有人告诉他 井有人焉 说有个仁德的人 落井了 掉到井里面 其虫之也 那这个仁德之人 会不会跳下去救他呢 就是说有一个人掉到井里面 这个井 井里面这个人也是一个仁德之人 然后 这个 他去跟一个仁德之人讲 人人会不会跳下去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这个宅我 因为宅我其实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 而且他很会论辩 先了解一下宅我 这个宅我姓宅民语 制止我 所以有时候叫做 于我宅我 这是他的称谓 称呼 那春秋时代辱国人 是孔子的弟子 不过他的臣民 是因为被孔子骂 骂出名来的 因为孔子有时候就 有一个弟子在上课的时候打课睡 孔子就说大白天 还既然在那边睡觉 真的是朽木不可凋语 那就骂的人是谁 就是这个宅雨 就是宅我 可见孔子很严格的 他上课不准打瞌睡了 谁敢打瞌睡就骂 毫不留情的 那个骂得很难听 这是言诗 言诗才能出高谱 不过这个宅雨呢 孔门实则之一擅长言词 很会讲话 宅雨很会讲话 所以宅雨曾经跟孔子 讨论三年商期的理智 还有人的问题 他就跟他讨论这个理智 孔子认为为了 没有这个宅雨 认为为了精进得业 要荒惠了三年都没有办法 做什么事情这样 因为扶伤三年 你就什么工作都要放下这样子 那包括尽得修业 可能都没办法 所以他就提问孔子说 可不可以改成一年 可见孔子那个年代 这个礼 有关这个商礼 商期 它是有一个传承下来的制度 那就是当自己的亲人 就是父母亲过世 要扶伤三年 扶伤三年 不是抵麻待孝三年而已 而且要去掳墓 掳墓就是你要离开你的工作 甚至家庭 然后或者是 后来是改在自己的家 更早的时候是 在魂牧边盖一个茅草屋这样子 陪着三年 那为什么要陪三年 受伤三年 在魂牧边 因为根基当时的一个传统的说话 是说小孩子要大概到三岁 才能够离开父母的怀抱 也就是说小孩子在三岁前 都要父母亲抱着 不管去哪里 做什么事 都是父母亲抱着这样 或是背着小孩子三岁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当父母亲过世的时候 为人子就应该要也一样 这个陪父母亲三年 这样子来回报 那个父母亲的恩德 就是说养溢之恩 好 这样子的一个三年商期 在孔子那个年代是看成 那是必要的 所以这个宰宇就跟孔子请教说 可不可以服伤一年就好 那孔子就相当生气 就批评他说 说他不忍 不孝 好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这个宰我 我们可能比较知道的就是 孔子一记很有名的话 叫做朽木不可雕印 那为什么批评他朽木不可雕印 因为他大白天上课的时候 打瞌睡 睡觉 可能睡着了 被孔子看到了 孔子把他叫起来 还骂他朽木不可雕印 有一次我们金工老师 讲到这个朽木不可雕印 他说虽然朽木不可雕 但是朽木还可以种香菇 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 季工老师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角度 来看每一个人 孔子是为了要造就一个君子 有得君子 一个很有才华能力 跟将来可以做很大贡献的这种君子 所以他严格的要求每一个学生 所以在我在那边上课打瞌睡就被骂朽木不可雕印 所以这一个一以成名 所以有没有被能够被孔子骂 也不简单 骂了之后就成名 好 这是宅宇 其实宅宇我们说他是言词科的代表 因为他讲的话其实蛮典雅的 以典雅文明 写的文章讲的话都很典雅 所以叫做善为说辞 大代理就记载说 宅宇之词雅而文 宅宇讲的话写的文章 大家都很喜欢读 因为他很文雅 很高雅 也可以这么讲 那读起来文章写得很好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么说来 宅宇应该读了很多典籍文献 所以他是一个很用功的 学问相当不错的 所以他很多用语都非常的典雅 好 这个是我们对宅宇先做一个了解 那我们来看看 回来原来的这个经文的地方看一下 这个宅宇问孔子说有一个忍者 有人告诉他说 有一个忍者掉到井里面去 那请问 这个忍者是不是应该要跳下去 他会不会跳下去 去救这个忍者 忍者救忍者 忍德之仁 救忍德之仁 因为有一个忍德之仁掉到井里面去了 那这个忍德之仁是不是应该要跳下去 救 因为忍德之仁代表很有爱心的人 好 那我们知道 宅我这样问 等于说故意在考 考验孔子 你既然讲说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那如果一个忍者很有爱心 他会不会去救像这样的事情 那应该要 可是孔子的回答很妙 他说 子爷何为其然也 怎么这么说呢 金子可是也 金子可以去救人 但是不可以 落入陷阱中 哇 孔子能有智慧 金子当然可以去救人 但是金子不可以跳到陷阱里面去 好 可欺也 金子可以受欺骗 不可亡也 不可盲目行动 所以 这个 像这样子 孔子的回答就非常有智慧 他不会直接跟你回答 他不会直接跟你回答 是不是要跳下去 yes或no 他不回答这样子 他是直接从道理来跟你讲 也就是说 你 你既然这样说 说要一个人的资人 不应该 不应该 去掉到陷阱里面去 他主要是这样子的回答 所以 君子 你可以去救人 但是你不可以掉到陷阱里面 那掉到陷阱代表什么 代表智慧 不够 所以一个人德之人 应该是很有智慧的 他不会 轻易地就掉到陷阱里面去 有时候 君子可以被欺骗 但是不可以盲目行动 被欺骗就是说 有人 故意讲 不对的 或是相反的 然后 不是的一些事情 来骗君子 那君子为了那份爱心的付出 他可能会被欺骗 因为他还没有确定 到底是真是假 他可能就要去确认一下 确认的过程 可能就是被欺骗 但是等到他确认之后 他就知道 这个是骗人的 他就不会盲目行动 好 所以 我们看那个 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 有人要陷害耶稣 说耶稣因为提倡人爱 就是不爱 他就 刚好有一个法利赛人的 一个女子 因为跟人家通奸被抓到 那依当时犹太人的立法 这个人 这个女孩 你这个妇人要被 大家公审之后 用石头丢 把她丢死 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可怕的一种 一种法令制度 也可以这么讲 严格的规范 妇人不可以做这种事 而且这个规范里头还说到 如果有人出面为她说情 连那个人也一起丢石头 把她丢死 所以他们就抓到了一个这种妇人 就带到耶稣的面前 因为耶稣你讲仁爱 那请问这个人做这个事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石头丢她 那这些人就是不还好意了 如果耶稣讲说 你们可以用石头丢她 那代表耶稣 每天在讲博爱 但事实上她根本没有爱 不然怎么会讲说 你用石头去丢呢 那如果耶稣讲说 你们不可以用石头丢她 因为耶稣是讲爱的 那大家就可以说 那耶稣跟 为她辩护 讲 跟她讲的 讲 这个为她辩护的话 那大家也可以拿石头丢耶稣 所以他们就是要这样陷害她 那耶稣也很有智慧 他们讲了这个话之后 耶稣就蹲下来 拿着石头在那边地上写字 写写写写就站起来说 你们 这些人当中 如果有人从小到大都没有做错事 你们就可以把手上的石头 丢过来 可能当时大家手上都拿着石头 大大小小的石头准备要丢了 那耶稣呢 那耶稣呢 讲完的话之后 继续蹲在地上 继续写 写写写写写 写一写 又起来讲 你们 如果 从小到大都没有做错事的人 你们就可以丢下 就可以丢你们的石头 丢过来 那等到耶稣 继续又写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人 就把手上拿着石头丢在地上 然后就走了 因为他们也都有做过错事 人非圣贤 孰能无果 所以 耶稣最后 发现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没有一个人丢出石头 你看他也是很有智慧 处理这种事情 很有智慧 所以人德之人 是一个很有德性 很有爱心的人 但是他也需要有智慧 也需要有智慧 所以人 如果没有智慧的爱心 叫做妇人之人 有智慧的爱心 是孔子所主张的 叫做人德之人 所以孔子借着宰我的问话 然后来讲明一个有德的君子 既有人爱跟智慧 既有人爱跟智慧 那看见人家有难 就应该舍身以救 当然这个是基本的那一份 人德之人 所有的那一份爱 但是呢 不是妇人之人的爱 而是要有智慧的爱 有智慧的人德君子 这种人 可以为人德牺牲 但是不会落入假人意的陷阱中 简单的讲呢 这个叫做卑智双运 叫做智人勇兼备 也就是我们的白杨天使 所具有的叫做智以行人 行人以陪德 先要学习 培养自己的智慧 这个既有智慧 再来行这个人 才能够做到最好的 那个叫做陪德 同样做一件好事 有人做到老公 让人想到老公 意思就是说 做做做的要死要活 做的满身汗 但是还被人家写 那个就是你在行人没有错 但是没有智慧 所以才会这样子 如果有智慧的人 他做的好事 会让人感动 因为德是存在 别人心中的感动 我们上次有跟人家讲过这个德 所以德是透过行人 行人就是做有爱心的事情 叫做行人来培养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出来的 有爱心的事都可以培养德 那要看你是不是有智慧 所以智以行人 就是说你要有智慧 你行这个人 这个爱心 你才能够感动人心 真正感动人心 才有这个德 因为德是存在 别人心中的感动 不是在我心中 自认美好就好 而是别人的心中 到底怎么想才是重要 所以德是存在 别人心中的那一种 感动感念感谢感恩 没有智慧的人 同样做好事 他会很辛苦 做得 做得很辛苦 还被人家闲 那个就是 切少智慧 所以要有智慧 很重要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 博文约理 博文约理的这个成语 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博学一文 就是广泛的 博就是广泛的学习 所以了解很多 很广泛这样子 所以孔子说 要广泛的学习 那这个博学一文 那约之以礼呢 约之以礼 这里这个礼呢 通常跟一些法度 约理 理智这些等等有关系 指的就是那一部分 那约就变成要遵守的意思 遵纪守法 遵守这个 一些规换 这个记忆代表规换 然后法度 制度 法制 这些等等 就广泛的学习 然后要遵守一些 理智规范 益可服判 判就是不会 这个误入歧途 判大概就是属于那一种 走插路去的 插路的话 就是误入歧途 其实这个 这句话其实也蛮适合我们现在 你在道场 当然有些人 很想多学 各宗各教都想去学 各种法门都想去学 但是呢 你广博的学 不要到最后 就迷失了一个方向 这个法呢 就好像那个 那个在转的法轮 但是中间的那个最核心的部分是不动的 所以那个 由博缓约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可以学很多很多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那个中子的部分要掌握好 如果中子偏了 那很可能就偏了 学了越多 就越复杂 越混淆 那到最后呢 连这个道的宗旨都掌握不到 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 变成知识障碍 因为学太多了 很多知识学问的东西 那变成在那边论辩 可是道呢 是离开言以文字的 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如果在 以言文字上 在各种法 法无定法 各种修持的法门上 在那边打转 没有回到那个核心点 那个根本不动的 那个道的内涵 没有回到那个部分的话 那很容易走偏 误入歧途 就这个 由博反约 就这个意思 所以博文约理呢 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名词 一句诚语 朱熹也认为 博文约理 他也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朱熹的主张是这样子 他认为应该广博的 去探究世间万事万物的道理 这方面的知识 一定要有 然后等到有一天 你能够完全通透了解了 万物的道理之后 再从当中去提 提升归结 去总结出 那个所背后 所掌握到的 那个共通的道理 叫做真理 万事万物都有它的道理 但总结到最后 有一个共通的 这个真理 共通的真理 就是这个道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的 道跟教的差别 道其实是唯一的 它就像那个根本的部分 就像那个在转的 法轮的最中间的一个部分 不动的那个部分 那是唯一的 不变动的 不管任何情况下 真理就是真理 它是唯一的 那个不变的 但是你要得到这个真理 这个道 有时候还是得要透过 各教各教所讲的道理 或者是我们万事万物 所呈现出来的道理 那外在的这些万物 呈现出来的道理 你要去了解它之后 通透了解之后 由国再反约 最后总结出那个道理 那个真理 那个不变的核心点 好 这是朱熙 王阳明呢 王阳明的博文 他认为不能只是学习 外在的无止境的知识 有时候应该往内 因为这个方向 如果只从这个方向 这个显然最终可能回不来 所以不能够只 往这个方向去理解事情 因为一切的道理 最终就是要回归到 自己本然的那个 纯善纯美 那个美好的内在的 叫做文的部分 所以博文是为了约理 所以王阳明主张心学 就回归到自己本性本性 所以博文的方式 就是为了要深化约理的功夫 最终是要回归到 自己的心性上去参悟 叫做自良知 那个自良知 找到自己的良知良能 那个最美好的天秘智慧性 那一部分叫做约 博文约理 所以这个叫做约理的功夫 所以朱熹跟王阳明 其实他们并没有反对博文 就是你寡博去学习 但是要能够约理 由博反约那个是比较难的 有些人 比如说他喜欢研究佛理 佛学 那个佛华就像大海一样 如果我们找不到他的核心 掌握不到他的根本 就很容易在什么大海当中迷失了 所以这个博文约理 这个约理比较重要 所以博文约理应该不只是 广博追求学问 应该反约以理 那等于说 博文也可以看成是 我们的学习跟历练 我们到处去历练去学习 那随时随时 我们当然也要检验我们自己 有没有那个私心 有没有那个好的人心 就是说在博学的过程当中 要不忘回归我们的两知两门 这是王阳明所说的 他的心血的重要核心点 就在于我们那个好的人心 不能没有 就有些人往外去广博学习 最后呢 那个纯真的 那个美好的 那个仁爱之心 缓了不见了 所以那个部分要守得住 叫做约 所以也就是孔子所讲的 博之以文业之以理的内涵 应该跟王阳明所说的 在这方面是一样的 就是说孔子是主张 这个性相信习相演的内涵 就是说人性是本善的 但是后来后天的各种的影响 还有所学习的 所接触的 这个广博的接触 接触越多之后 那个善良的本心就受到影响 就越来越失去善良的 纯真的本心 那所以孔子是主张 善良的 纯真的本心 要守得住 叫做约 博文可以 但是要约之以理 要用理 要用规换 来守住我们善良的本心 所以这一章 孔子在提点的 就是这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好 那我们 再过来 我们来看看 历史上很有名的孔子燕狱 有人这样讲 孔子是见男子 男子是谁呢 男子是魏林宫的一个夫人 那他非常宠爱 非常宠爱的一个夫人 叫做男子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男子好了 那男子呢 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说林宫夫人 有男子者 使人为孔子耶 四方之精子 不如意以寡君 为兄弟者 必见寡小君 寡小君验见 寡小君就是指那个男子 那男子 那男子验见 孔子呢 辞谢 但是呢 后来推迟不掉 礼尚往来 还是去见 那夫子在西围中 孔子入门 北面几手 夫人自为宗在拜 佩凡一生 谬然 孔子耶 五相为福建 建之礼达焉 子路不悦 孔子死之耶 以所不见者 天燕之天燕之 这个是史记 司马迁史记 里面记载的 一段有关 孔子见男子 男子是当时 这个魏陵宫的夫人 我们把它用白话 来讲一下好了 这个男子呢 她是魏陵宫的夫人 她就在 因为孔子周游列国 她几乎每个国家 都去 然后呢 她来到了魏国 刚好魏国当时 是魏陵宫在位 魏陵宫呢 这个很宠爱 她的一个夫人 叫做男子 那很多时候都 很多人要 要 见到陵宫 魏陵宫呢 希望魏陵宫 做什么做什么 都要透过 这个男子 才有办法 那所以 孔子到了 魏国 我们有一句话 就是说 不得其门而入 其实应该这样讲了 就是孔子到了 魏国之后 他想要 实现他的报复 他 单纯 去见 魏陵宫 好像没有 他还得要 透过 男子 因为 魏陵宫 只听男子的话 所以 孔子 几乎就困在魏国 也不得其门而入 这样的感觉了 但是 孔子又不愿意 去做这种事 就是说 主动去求见 男子 然后请他帮忙 这样子 那这样子 有失孔子的这种 那种 他 不会去 悲宫悲屈 那种风度 他不会这样子 但是 男子就主动派人 对孔子传话 然后就说 各方来的宾客 如果想 跟我的国君 魏陵宫 结交的话 而且结交成 像兄弟一样的感情的话 那一定得要先见 这样子 派人传话 那 而且 对孔子说 我是愿意见您 那 孔子刚开始 人家来传这个话 他是不愿意去见 但是 后来 孔子呢 虽然辞谢 但是爱与礼节 就是 因为 因为人家 来 这个 传达 男子要见他 那 以古人的意思是说 既然人家来 已经来了 传达这个 这个 这个邀约 那 以礼 应该也要回 要回见 因为他来见的时候 一定也送礼过来 那 孔子不能说 因为孔子其实是一个很重视礼的人 那人家都来送礼来邀请了 那你总不能说不回吧 所以最终 拜以礼节 不得已的情况下 去拜见了男子 这个 这是 但是 孔子 其实 他也很为难 他本来不想见男子 但是根据这个礼 人家都已经来了 送这个礼 要来约见 当然男子不是自己来拜的 拜见 孔子 是传达 找人来传达这样的意思 也送了礼来 那 孔子不能说都不礼 那 所以没办法 最终 他还是去见了男子 不过 见面的时候 有一段描述 这段描述很简单 说 男子在这个伟慢中 就伟慢就是有个布慢这样子 好像窗帘 门帘那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挡住了 所以你看不到男子 在后面的男子 那 这个是 这个是当时的礼 你不能 尤其是一个国经的夫人 单独见孔子的时候 那不可以直接面对面 那他透过一个伟慢 那另外 孔子也按照礼 北面鸡手 向面向北 然后鼎礼鸡手 这样子 鸡手就是一个鼎礼 好 那男子也在伟慢中 一礼 拜了两次 那怎么知道他有拜呢 因为听到他身上带着配欲 有手势 清脆的碰撞的声音 因为一个人 如果他礼拜的时候 那个动作 那就会 身上带着那一些 手势 异配 就会因为这样子 有清碎的碰撞声 可以听得到 他有在礼拜 这样子 所以两人 这个也叫做礼上往来 只是他们 他们是谨守这个礼 就是说 一个用伟慢遮着 一个是向 面向北面 激手这样子 顶礼 那两人谈了什么 并没有记载 好 回来之后 孔子就对弟子解释说 我本来不愿意去见男子的 既然 魏夫人已经派人来邀约了 那我应该 见个面去打理 虽然做这样的解释 但是子路还是不高兴 对孔子去见男子 很不高兴 因为男子在当时 有一些很不好的传 传文 就是说男子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不守这个妇人之道 等等 子路就比较帅子 子路就有点不高兴 说孔子怎么可以去见这种人 为了在魏国求一官半职 去见这种 不守妇人之道的人 那这样子不好吧 那孔子 子路 不高兴 孔子看到子路这样不高兴 然后他就 他就发誓 就说 如果 我所做的有不合一理跟道德 就让上天厌弃我吧 上天厌弃我吧 这个就是最后孔子这边讲 死之也死就是发誓 以所不者 不者就是我所做的如果不合一道不合一理 天厌之天厌之 上天厌弃我吧 上天厌弃我吧 所以这一段是在描述 孔子见男子 那我们再回到 这边这一章 你看永远28是在讲这件事 就是孔子去见男子 那子路不悦 然后夫子死之 死之就是发誓 就是以所佛者 天厌之天厌之 那如果我有什么 不合一道不合一理的 就是我有歪心 那上天厌弃我吧 上天厌弃我吧 天厌之天厌之 那这一段就是在讲这一个 孔子去见 当时魏国的风流大美人男子 这个男子想要迷惑孔子 那因为他魏陵宫都听他的 被他的美 外表的美给迷惑了 但是这个男子就是靠他的 外表长的美 就到处迷惑一些人 所以是要做风流大美人 男子 为了这件事情 后来孔子就讲到一件事 他说 哎呀 我魏健浩德如好色 这样子 孔子 讲这句话 是在 所谓的 我魏健浩德如好色 是在紫汉篇跟魏陵宫都有重复 讲到这件事 那这件事情 在史记孔子世家里面 也有记载 而且还讲得蛮清楚的 就这句话是在 孔子 是见了男子之后说的 写得很生动 怎么一回事呢 是因为魏陵宫的宠妾男子 不以得见孔子为满足 因为他已经见了孔子 那但是孔子呢 好像不太甩他了 其他的男人 见到男子 那就败在九流群下了 那 但是孔子是一个 非常 谨守礼法的人 而且不为 不会因为男子的美 美色所动 所以男子呢 就觉得 这样子实在是 不够 于是他为了要献要 献要来抬高 自己的声望 这个男子呢 有一次就跟魏陵宫讲 那说 孔子已经在我们魏国 住了快一个多月了吧 然后就跟魏陵宫讲说 那我们一起 邀孔子出游 所以林宫跟夫人就同车 然后患者 永举 成出 就是 当时就 因为国军 出门 那后面就有很多水车 这个就是 当时 就邀了孔子 一起在后面 就是 魏陵宫跟夫人是第一部车 然后孔子呢 就第二部车 这样子 那孔子呢 也搞不清楚 国军到底要做什么 那因为 国军邀 邀孔子 一起 乘车 那就派了车去接孔子 那孔子搞不清楚 原来是叫他要在他的后面 第二部车 这样子 他以为 魏国的灵宫要召见他 要 约他一起 那所以他就 就上车了 因为国军有令 就上车了 因为他在那边已经住了一个多夜 其实 各国的国军都是对孔子都是尊而不用 给他住五星级的饭店那样子 很好的招待他 那你受人家这么好的招待 那国军来邀约 派车来接 你总不能不去吧 所以就上了车 没想到这部车变成是 叫做招摇过世 招摇是过之 就是跟在魏林宫的后 魏林宫跟夫人的车的后面 然后在那边招摇过世 所以回来之后孔子就很不高兴 你要我去 应该是让我跟你同车 结果你跟你的夫人一步车 那我在你的后面跟从 那我算什么 孔子就有点不高兴 所以就讲了这句话 就是说五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 一般的人都是好色 如果能够像好色这种心来用来好德 好德就是修这个德 那该多好 人我们说金子要自强不喜 但是很多人自强不喜都用在什么 追求名利 甚至有的人 我们说自强不喜就是不用人家讲 不用人家要求自己就会很努力去做的 那种自强不喜 那很多人都是把这种用在自己喜欢的追逐的 包括名利 很少把自强不喜用来修德 所以孔子也是感叹魏林公说 这个国金实在是 不能够成大使 所以仪式丑之 丑之就是说 这个国金只好色 根本不好贤德之人 他不会想到说 应该邀孔子跟他同车 那夫人在后面跟就好了 那现在是他跟夫人在第一部车 然后让孔子在后面跟 那孔子当然很不高兴 于是就挂灌而去 说哎呀这个魏林公成不了大事 我在这个地方魏国虽然受很好的待遇 住五星级的饭店 住了一个多月 但是成不了事 所以他就离开魏国 去魏 离开魏国而去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的感叹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29章 讲到中庸之为德 其智义夫 民贤久矣 他的意思是说 中庸作为道德的标准 可算是至高无上 其智义夫就是至高无上 中庸 只是做中庸 这个中庸其实是孔门的心法 特别是这个中 中因为谣传给顺顺传给乙 就是这个中 为经为义引直觉中 然后子两用中 他讲的都是这个中 圣人的心法就是中 所以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 那至高无上就很难 让人能够真正的理解 所以民贤久矣 人们缺少他很久 因为以前 中是圣人用来治天下的 一个最重要的严理原则 叫做新华 那老百姓 一般的人民根本很难理解 很难了解 那其实人民也不需要了解 只要领导者知道 善用这个中来治天下就好了 所以人民不需要了解他 是国君要去了解 要去用他 那如果没有用 用到这个中 那是国经的问题 所以这里的民贤久矣 就是人民缺少他很久了 意思就是缺少一个 懂得用中来治天下的 很久很久了 缺少这样子 能够用中来治天下的人 所以我们讲到中 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内涵 因为中庸之道 这是中国最经纬的 一个人生哲学 讲的是中 中就是不偏不移 恰到好处 无过不及 就像琴弦 太紧太松 弹出来阴都不对 要出大好处 就要得其中 所谓的庸就是用 只是就是说把这个中的道理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用在常道 日常生活当中 就把这个中的智慧 在生活当中使践 也就是天下的这些道理 也就是天下的这些道理定理 简单的讲就是一个中 把它用出来就是中庸 那中庸就变成了天下之大本 天下之达道 这是中庸 就是中庸的意思 中庸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任何事情应对进退都要恰到好处 这个就是中庸所讲的 好 那所以中庸并不是在讲一个很深奥的东西 其实它是要讲生活当中的中的道理 可是这个不容易懂 因为它是圣人的心法 所以中庸整部书 它里面有一半讲中 一半讲成 那是很不容易的 它需要有很多对中庸的体会 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 中庸这部书 一开始讲到天命之位信 算性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 所以它是用性道教作为纲领 总的纲领 然后后面就中有首章就跟你讲出来说 其实中 它是一个天下最重要的根本之所在 所以叫做天下之大本 一个人晓得用中就会进入了和 和就是一种太和 因为天地生生不息 就是阴跟阳两股能量在一个太和状态 我们人能够生存发展 万事万物能够生存发展 在这个天地间能够生生不息 都是处在一个太和的状态 所以要自中和才能够掌握到天地间最精华的 最重要的那个根本跟那个太和的状态 但是你要进入一个中跟和的状态 还得要从内在先开发出那个成 要发心 发真诚的心 当做原动力 才有办法达到 而把真诚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现 就是中跟和的实现 就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参战化义的意思 参战天地化义叫做天人合一 成己成物 这个是人生终极的目标 所以庸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道理 那中庸就是把中的内涵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 用中是什么意思 用中就是把任何事情 或者是任何话 讲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都到达 恰到好处的一个 中跟和的一个状态 那怎么叫做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就是 我们讲的话做的事 都处在一个和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要和和气气 家和万事心 和气身材 祥和社会 国家和平 世界大同 因为在一个中的状态 就是和 所以叫做至中和 所以我们有没有 把中用出来就看人 能不能心平气和 在日常生活当中 待人接物 应对进退 都在一个和的状态 那个和就变成了道 所以太和为道 这是在白羊义里头讲的 他说道是什么呢 道就是天地的 一个太和的状态 就是道 道是什么呢 道就是我们身上 在我们人的身上 当我们的身跟心 处在一个太和状态 那个就叫做道 那道呢 怎么样达道呢 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从明是一点起修最快 当我们一守弦观 守弦归零 那个归零的状态 就是一个太和的状态 就是一个道的状态 所以心要先修和 要修和就要十中 就是二六十中 二六就是十二十成 二四小时 分分秒秒 要能够守在一个中的状态 什么叫做中的状态 自中和吗 守在一个中的状态 就是一个太和的状态 所以人修道的第一步 要先把和气修出来 和和气气的 跟人绝对不要伤和气 伤和气就没有道了 就偏离了道了 有些人讲话 看到人家好 就见不得人家好 讲一些酸溜溜的话 这个就伤和气了 就偏离了道了 所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 从我们的言行当中 能够守到 能够做到一个太和的状态 一个和的状态 叫做太和气息 就太和气息就是正能量 那个就是就有道 那个就是道 那个就是天地应行的道理 好 所以中庸之为德很重要 我们要晓得道在日常生活 就是二六时钟的意思 也就是用钟 二六时钟这句话 就是在教我们用钟 因为二六就是十二时程 二十四小时 分分秒秒 现在的你我 也都是在一个钟的状态 不管在行住坐卧 在做人处事 在讲话 在做什么 其实都可以在一个钟的状态 叫做守而不守 不守而守 那种用钟是一种无为法 如果你刻意守它 这种用钟就不是真正的用钟 你讲佛火 金刚经里面讲 它说 思为佛法就不是佛法 才是真正的佛法 那是讲什么意思 如果你讲用钟 不是真正的守在钟的状态 守弦的状态 才叫做真正的守弦 那个叫做守而不守 不守而守 自然而然你就在一个钟的状态 那怎么知道呢 心平气和 和和气气 散发一股太和的能量 这两个人正在吵架 你一进来 他们那个剑拔奴障的暴力之气 立刻被你化掉 那个就是太和的能量 太和能量是很不可思议的 它是一个能量磁场 也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你不管去到任何地方 这个人一进来 哇 那个整个和 太和正能量就进来了 大家就变得很和乐 和和气气这样 这个叫做用钟 不免而重 中用 中用就是你把这个中用出来 进入一个太和的状态 那个叫做中用 中用就是恰到好处 因为人与人之间 恰到好处就是和 和和气气叫做恰到好处 所以我跟你之间一席谈话 大家谈得很和乐 那个就是恰到好处 那你来找我的时候 可能气泡泡沫 前身充满着那个 抱怨不平 没关系 泡一壶茶 这个喝个茶慢慢聊 让你心平气和 泡茶有三万 没关系 慢慢来 有话慢慢说 心平气和 再来慢慢谈 其实这个就是在用钟 用钟最好的方法 当一个人在气不平的时候 你就请他坐下来跟你喝杯茶吧 这个叫做用钟 也就是在把他的和给调出来 用我的太和去调他的太和 用我的钟去调他的钟 这个叫共鸣 共鸣的意思就是 其实他也有祥和之气 只是他现在被暴力之气给盖住了 那我就要把他调出来 借着一杯茶 茶一定要热的 要有温度的 喝茶的过程当中 把他的太和给调出来 这个叫用钟 好 所以忠庸之为德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把一个人 当他处在不平 处在暴力之气的状态下 我来帮你调和 调到最后 把他的太和调出来 这个叫做忠庸之为德 靠的是什么 用钟跟忠庸 也就是那个成 要用钟跟忠庸的时候 不能没有成 要有那一份真成 真成才能够真正把太和用出来 太和正能量才能够发挥得出来 也只有那个太和正能量发挥出来 那一份真成才能够恰到好处 叫做得忠 所以一个人发出真成的心 是用钟的开端 如果我们没有真成的心 你邀他来坐下来泡杯茶 他也感觉不到你那一份真成的话 那这个茶喝起来是没有味道 而且感觉不到我们那一份真成的话 可能他跟你喝杯茶 他越喝心情越不好 那个不平之气 越严重 好像滚血球一样 他一直在那边抱怨 讲给你听 讲完之后 他的心中不平又更多了 那个是我们的真成的心 那个太和的能量没有出来 所以没办法化掉他的不平 他偏离了太和的那个心情 你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要用真成 所以不离真成的心就是用钟 所以为什么圣人引直结钟 这个叫做心法 这个心法就是一个得钟 得钟就是得太和 所以我们要修这个钟 这个圣人心法 先把和和气气修出来 和和气气修出来是给人的感觉 也不是用血在脸上 比如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 你觉得为什么这个人 全身充满着和和气气的那个 这个人很和善 很奇怪 因为他就是有修之人 有得者 所以他全身就是很和善 讲的话都能够得起钟 而且全身散发出一股太和的正能量 那个叫做得钟 好 这个部分我们相信各位前前其实都比后学懂 因为后学是自从写了白洋译 写了季工老师教了白洋译才懂 懂一点点太和味道的道理 还在学习 那个讲到中庸 讲到人 就像后面要讲的这一段 最后讲的 子供曰 如有博师一名而能济重 何如 就子供说 如果有人能够让百姓都得到实惠 叫做博师济重 就得到好处了 那何如 就是得到好处就是代表说 有需要帮助的人 比如说扶贫 忌困这样子 那一个当政者能够照顾到苦民所苦 能够照顾到辛苦的老百姓 可算人人吗 可谓人福 好 孔子来回答这一个问题 他说你讲的这个标准很高 这个还不只是人人 他一定是圣人 只有圣人才能够做到 因为连姚舜可能都做不到 就是说能够博师一名 就是博师一名就是 所有辛苦的老百姓 你都能够照顾得到 叫做博师一名 那真的是不容易 不容易 那个是圣人境界 必也圣人福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一个博师济重的工作 我们叫做随言度化 哪边需要我们 我们就去 都希望给人带来很实惠的帮助 能够启发他 给他真理 能够帮助他 让他未来能够更美好 像我们天聚这边 我们要办教育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教华文也是这样 去到缅甸去参观一所新盖的协校 他说是花了将近十亿的台币才盖起来 你知道那样子的协校有多多么美文美奂 然后他说这以前这里都是茅草屋 平房 然后叫花子办学类似这样 后来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 一个学校盖起来 就是因为以前他们的办学就是 博师济困 扶贫济困 他办学就是那些小孩子来 如果缴不起协会他也不会去要求 就让你自助 让你吃 让你有一个学习 那这些孩子可能来自贫困家庭 缴不出协会 没关系 就是这样 叫做扶贫济困 办教育要办到这样子的话 那个叫做圣人所办的事情 叫做圣人的教育 然后他真的就把这些孩子教得很好 教到中文都很好 那其中有一个孩子 后来很有发展 他就是因为来这边有受教育 所以后来很有发展 变成一个大气息家赚了很多钱 他敢念以前 这一所叫花子办学的学校 他就捐了很多钱 帮他们盖了一个潜心的 非常漂亮的校舍 所以教育的投资永远 是将来的回报永远无法去衡量的 那个叫做伯师既重 扶贫既困 要用这种心来办教育的话 这个也是圣人所做的工作 那那边讲到说 尤顺都做不到 夫人者几亿利而利人 几亿达达人 能尽其弊 可谓人之方也已 他说尤顺都做不到的 这种所谓的人人 只要能够做到 自己想成功 先帮助别人成功 自己想得到 先帮助别人得到 先想别人再想自己 就叫做念念众生 而不是念念自己 我们知道凡夫就是念念是自己 什么事情都是我我我我我 做考量 但是圣人菩萨 他是念念是众生 他会先想到别人 比如说自己想成功 先想别人 怎么样帮助别人成功 自己想得到 先想别人 怎么样帮助别人得到 这个叫做推己及人 叫做几亿利而利人 几亿达达人 这个叫做行人的方法 所以行人的方法就是先为别人着想 先为别人着想 自己想成功 先帮别人成功 也有一点像我们常听的一句话 先天下之悠而悠 后天下之乐而乐 不好的先让我来 好的先给你们 这样子 比如说大家都想成功 那我的成功慢一点好了 我先帮你们成功 大家都知道文殊菩萨 他是七佛之师 他教育出来七个成佛的 七佛之师 他发的愿是什么意思呢 他发的愿就是说 我愿生生世世帮众生成佛 我不成佛都没关系 这样子发这种愿 这个就真的是那种菩萨所做的事情 所以行人就是在做菩萨的工作 既然做菩萨的工作 就应该要先念念是众生 而不是先想到自己 所以我们办教育也一样 教育是百年大计 我们要考量的是 为这些孩子的未来来考量 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 有时候是心中只有这些孩子 我忘了自己的好处 只有想到孩子的好处 那种就是这边所讲的行人的方法 所以人的极致表现就叫做圣 因为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孔子对圣人的诠释 就是把人发挥到极致的意思 人如果是爱心 那发挥到极致 那叫做博爱 所以耶稣就是靠博爱成就 所有的圣人也都是靠博爱的人 爱之心来成就 菩萨也是 菩萨也是靠这个爱来成就的 那孔子就把这个人 这个爱当作他的一切的 所教导的教育的核心 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既有爱心 都既备人心 那但未必人人皆是人德之人 为什么因为没有得到启发 所以我们要行这个人 一定要配合前面那一章所讲的 那个中和 那个太和的 要用和和气气的那一份心 那一种太和的正能量 才有办法去行爱心 因为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太和 就是伤和气 一个人讲的话做的是伤了和气 你说那个爱心怎么画得出来 当然画不出来 那个慈悲心怎么画得出来 当然画不出来 慈悲心爱心要发挥出来的基本条件 就是心平气和 今天有一个人在骂你 或者有一个人做一些 对我们很不好的事 哇 我就很生气 虽然没有讲出来 但是心里面很不高兴 那这样子我们的慈悲心也就不见了 那个人心也就不见了 所以先修炼太和 叫做不动心 处在一个太和的状态 和和气气才有办法发挥 那个真的慈悲心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老祖师 笑口常开 度大能容 这里面就包括了慈悲 跟包容的太和 太和 那个度大能容 老祖师说 如果有人给你吐一口痰 你不要生气 你就干脆 不管他让他自己干 你也省事 他也省事 哇 你看那个 那个太和正能量有多大 因为你跟他生气就失去了太和 所以他叫做慈心三昧 慈心三昧就是说 就算你对我不好 我也要对你好 我也要对你慈悲这样子 但是这个前提是 要守得住那个和 如果我心偏离了和 我的慈悲心就发不出来了 那个爱心 仁爱思心就发不出来了 明思一指点是修炼太和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一手咸观就进入了和的状态 慈心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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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心就很容易花出來 這個忍耐之心就很容易發揮出來 所以將忍耐之心花出來的 為之仁德之仁 仁德之仁的極致表現就是聖人 所以我們今天得受的是聖人心法 所以我們要從修煉太和 就是至中和開始 然後把它發揮出來 叫做參戰化意 至中和天地未淵萬物一願 參戰化意就是發揮忍耐之心的意思 發揮慈悲心的意思 什麼叫做慈悲心 就是不管別人對我再不好 我還是要對他好 那才叫做慈悲 不管在任何地方遇到任何人 在任何時間點 任何事情 我都不改變對人的慈悲心 那個叫做慈心善悲 不管聽到任何話 即使不好聽的話 不管遇到任何人 即使不喜歡的人 不管處在任何情況 即使很困難的情況 不管去到任何地方 即使自己所不喜歡的地方 我都不改變那個慈悲心 那個叫做慈心善悲 那個慈悲心就是人心 所以人心花味道極致就是這樣子 只有一種情況 叫做慈心善悲 任何情況都可以變 但是我的慈悲心都不會變 那個叫做慈心善悲 好最後我們用 教化菩薩的一段話來做一個結尾 這個 無人無我 真質老實大慘 恢復慈悲言來之心 無私無意 真人當家大慘 恢復清淨言來之心 無知無求 真卜坦率大慘 恢復真空言來之心 無偏無黨 真行公正大慘 恢復赤子言來之心 無疑無禍 真知豁然大慘 恢復波惹言來之心 我們要透過懺悔 才有辦法真正恢復到我們那一個 人愛的慈悲的那一個本心 那要透過懺悔呢 就要到達無人無我 無私無意 無知無求 無偏無黨無疑無禍 恢復到我們的言來之心 赤子之心 親近之心 慈悲之心 其實這個狀態就是一個和的狀態 一個太和的狀態 因為無人無我 無虛無意 無知無求 就是一個太和的狀態 當一個我有了之後 就會有各種的煩惱 各種的對待 我我我 以我為中心的思考 那個都會偏離太和 心偏離太和就不清靜 就不爭空妙有 所以一旦有偏離要趕快懺悔 好今天很感恩感謝天師德 感謝神師母大德 感謝天師的慈悲 跟後期的學習 那我們的六堂課呢 永野篇就跟大家上到這個地方 最後以江華菩薩這一段話來做共勉 那我們 我們下紀念 我們下巡邂 那個是 這個 我們下巡邂 我們下巡邂